奥尼尔推特上的一个发吻,难倒了千万球迷,不知该怎么办? 大鲨鱼奥尼尔职业生涯非常会黄,被称为一代中锋统治者。 大鲨鱼职业生涯场却23.7分,10.9个篮板,2.5次助攻,2.3次带帽。 在他那个时代大鲨四方,出现风头,被认为是NBA历史上最顶尖的中锋之一。 奥尼尔也以搞坏著称,以幽默出名,以敢说敢敢闻名于论界。 奥尼尔一直活跃在媒体上,经常在推特上讨论,怒对,发问,议论,评价,无所不能,是一个网络上的活跃分子。 今天NBA民宿沙奎尔奥尼尔又在Instagram上提出一个有趣的发问,你会为人奥哪位球星舰队? 奥尼尔为了说明问题,还把布鲁一张图,图上有哈吉姆·奥拉朱王,沙奎尔奥尼尔,科比布莱恩特和蒂姆·邓肯。 这四位就是选项,奥尼尔写道,老实回答这个问题,奥尼尔这回是认真的,不是开玩笑的,因为直接牵涉到自己。 他希望广大球迷认认真真,老老实实回答这个问题,这四位球员,其中奥拉朱王和奥尼尔是中锋,邓肯是大前锋,后来只有可比。 这也是奥尼尔聪明之处,没有把乔丹拿出来,如果把乔丹拿出来比,奥尼尔估计自己没有胜算,会纷纷秒秒被击败,所以没有帮助。 奥尼尔觉得这样比较公平,这四个球星,究竟为人让谁建队好呢?确实不好,回答,一是不同时代,二是不同位置。 三是有中锋,有大前锋,有后位,说就是话,马茨是围绕邓肯建队的,结果大家都很清楚,邓肯时代是马茨最辉煌的时代,所以围绕邓肯建队,比较稳当。 估计球迷选择邓肯的比较多,奥尼尔跑的地方比较多,换了好几支球队,所以选择起来比较困难,但是要论内线统治力,少有人可以和大鲨鱼奥尼尔相比。 奥尼尔攻防两端均衡,进攻是不可挡,篮下方手固若金康,奥拉猪王注色的弹跳,华丽的篮下进攻步伐,惊人的盖帽,让他三次荣应NBA盖帽王称号,两次获得NBA篮板王。 截至目前,奥拉猪王盖帽总数仍然位于联盟第一,非常了不得的中方,柯比一直是胡人核心,也一直没有离开过胡人,胡人也一直围绕柯比建队。 记得2013年胡人观望对球队总经理米奇·库普却赫说过,我们一直渴望和柯比许约,我们也会继续围绕他建设球队,他也想在这里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,从历史上来看。 这支球队一直拥有很好的球员,我认为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声誉,这座城市对球员充满了吸引力,他们喜欢在这里打球,他们喜欢住在这里,我们在这里有伟大的球迷。 可是2013年为了柯比舰队的胡人,战绩并不理想,一直走下坡路,原因很简单,柯比老了,受伤之后身子不如以前,还有,身边没有帮手,柯比最后几年还是比较遗憾。 舰队没有成功,那么,奥尼尔提出的这几位球星,究竟没了谁舰队比较好呢? 如果撇开个人情感,你会怎么选,是奥拉朱啊,奥尼尔,还是柯比,还是邓肯?